昨天到现在行情的话一直在反转反转反转 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回调之后 又拉盘拉盘之后 今天早上的话又出现了一个回调 那比特币的行情漂浮不定 目前的话又重新回到了它的一个价格 6万7千多美金的水平 那昨天一度是冲高到7万美金的水平 出现一个回调的一个动作 那这种行情是不一个不好的信号吗 其实就是市场在作怪 那美联储显示了24年降一次息 25年然后降四次 所以在美联储这个点证图当中可以看到 交易者对于这个市场的信心不是很足 就说今年降一次息本来可以降两次三次的是吧 但是美联储给出了一个点证图是 即将一次那交易者的信心肯定是给到了不足的一个信号 所以在过去几个小时又出现了一个回调 重新去跌回到6万7千多美金的水平 那上个视频我说过山寨币即将会有一个别墅靠海的一个机会 主流币是吧那确实是山寨币总在过去的20小时就出现了一个反弹的 前一版里面就可以看了出来它是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刚才低了一点但是还是显示出一个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是吧 山寨币这一点的话是没有去说错的 但比特币出现回调这个位置的话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尴尬 市场上的回调一定程度的是受到了 美联储这般的影响 现在整个币圈都是受美国这边的一个掌控 它的一个波动甚至是 收到一点消息面 它就出现了10% 20%的一个波动 所以这个市场上 是 不太稳固吧 它 好像受人监控一样是吧 就消息面一出来 就来个 5% 10%的一个波动 甚至以太坊出现10%的一个波动 是吧 所以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各种的一个 欺诈 是吧 包括 LUNA事件的也是赔了 44.7亿美元的一个 赔向SEC也是吧 赔款 所以现在和解了是吧 所以整个市场 当中都是在 加密圈里面薅羊毛 美国政府 包括SEC也是吧 都是赤裸裸的去抢钱 在我们投资者手里面抢钱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呢 我们整个币圈其实就是一个大赌场 你把 里面的钱抽走了 就好像所有人的 赌的钱 本来有个 100亿美元 是吧 但是你去抽走了 接近20% 是吧 都当初罚款了 就80亿 美元里面 在里面去炒作 所以说它是变现的 抽了我们 币圈的一个资金出来 还有一个消息面 美国政府 各个机构 它掌握的比特币是达到了 427万 美的比特币 包括那个美国的一个 线外ETF 也包括在那里面的币 占总的流通量 20%多 这意味着 美国 单方面已经 掌控了比特币的一个价格的走势 接下来 如果你想在币圈里面赚大钱 可能 概率比较低 可能你赚个一两倍 可能是正常的 但是你赚个 赚个20倍30倍 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在一些主流币种上面 在一些 比特币和以太坊上面了 是吧 但是 如果你做合约 另外说 但是合约的风险 又 有极高的一个赌性 是吧 但是在这段行情当中 是很多人出现了一个亏损的动作 你看 这两天的行情 下跌之后反弹 拿一个反弹之后又快速插一张下来 你说这种没有结构的这种行情是吧 很多人 很多人面临的一个亏损在这种位置是吧 很正常的 你看这种波动一下来10% 又反弹10% 又下来10% 又上去10% 又下来10% 一般人的小心脏一般都受不了 是吧 这种行情大部分人都是亏损了 你不要说你 在这种行情赚了钱 是吧 赚了钱你能赚多少吃是吧 来这种波动是吧 可能你运气好是吧 赚了一点钱 那过段时间走单方面的行情 你又亏回去 这是非常 容易理解的一个事情 但 现在出现这种 价格极其不稳定 而且 又受到消息面的影响 做合约是吧 肯定要 减少了 频率 但你就低倍没有太大 问题 他依旧是一个 上涨的行业当中 是吧 即便说他现在出现了一个 重新回到67000多 但是 可能一会消息面一会就拉上去又回到7万美金的 所以这种行情建议去 少去操作 少操作 你就少亏损了 但你要去操作也没有关系是吧 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 那目前下方支撑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价格支撑点 是在下方 比较 6万5000多美金的位置 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点 上方主力点是在一个 6万8500美金的水平 是比较关键的两个节点 6万8000多 也刚好是在 他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上沿的位置 那上方支撑点的话 是在6万5500 美金刚好是在 他的一个下降通道下沿的位置 所以这个两个位置 局局争议是吧 这是我们去关注的点 那以太坊看到 现在的价格是在一个 3500多美金的水平 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 是出现了一波反弹 到3600多美金的水平 出现回调 他目前的话依旧是在这个 下降的通道里面 没有去走出来 他的一个下降通道非常的明显 下方支撑的已经来到 3300多美金水平 上方主的点是在 3580美金 我先来看 以太坊的话 危险 还是有的是吧 那从整个加密地图上面来说 还是偏向于一个 多头 因为太多人做空了 刚才有那个CRV的一个创始人 他的上面的五个地址 全部被清算了 清算调号CRV的话出现 30%的一个回调 然后导致他的一个清算 清算完成之后他可能会成为一个 正常主流上的一个 摸摸币 所以大家 如果 像之前LUNA事件一样 他可能也会去遭受一个 监管 欺架 是吧 刚才的话看到他已经 清算了 他上面的地址 1.4亿 没了一个CRV 全部清算 接下来也有很多币种 会被清算 会不会产生一个连环爆的事件 那因为 这种概率极低 所以 耐心去等他去持有 你手里面现在币就行了 包括上个视频我收购的一些主流币种 那晚 那接下来肯定会有大的行情 好我们今天内容的话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 对能源视频感兴趣 可去订阅能源频道 好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们下期见